然后就是我 就是除了因为他前男友 跟他是异地 这个心理阴影之外 还有什么原因让你不想 让他离开你吗 就是去异地发展 还有就是他现在 我就觉得他就是我 你是不是勾引人家呀 有你这么说你女朋友的吗 你就现在你都用得什么词 形容我呀 真的我就觉得现在啊 我必须他去哪儿 我就看着他 我如果是不看着的话 为啥呀 他怎么了 他有一次啊 他跟他闺蜜去北京嘛 然后我就想 您闺蜜去的 应该没什么其他问题嘛 然后我就没有去 然后他就晚上吃饭的时候 就把那男的叫来了 大晚上呢 他跟男的喝了挺多酒 最过分的是还发了朋友圈 哪个男的 就是给他介入工作 那个男的北京那男的 他发那朋友圈 跟那个男的是个合影 而且还附加一句话 郁娟你真好 你这意思郁娟我真倒霉呗 你总是那么想我 我是那个意思吗 我从来都没有 就是影射你什么 而且我就觉得吧 我跟那个男的出去 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告诉他 而且我就觉得 只有发了朋友圈 就是我没有屏蔽他 我这才叫正大光明的 如果要是藏着掖着 那不才是真的有事吗 啊 你要是真觉得 你就跟他过去 你走啊 你就永远都不信任我 你从上学的时候 你就不信任我 我没法信任你 我绝对不信任你 我发现他现在 就是开始实习以后啊 他的朋友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而且还特别喜欢旅游 而且出去旅游吧 总有人接待他 一般大多数都是男的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就有两次是男的 上瑜的几次都是朋友啊 或者那个女生 我都告诉他 他就不记得 他就永远记得 那两个男的跟我出去 喜欢他吗 喜欢 评价一下这个男生 就觉得他平常 就也挺踏实的 踏实 还有呢 然后做什么事都挺稳重的 踏实 稳重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对你不放心 有点过分 对 就是我肯定是喜欢 我男朋友在意我的妈 就是我就不想让他 那个什么事都往 那种不正常的方面想 明白明白 在你心里这个男生 算很棒的男人 还是一般的男人 我就觉得他算中上等吧 我觉得我可以 就是跟他一直走下去 这话说得很勉强啊 他会数了你吗 或者说拿别的男人做比较 会这样吗 那就经常了 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 你知道吗 他就是觉得 不能全天下午 反正差不多 所有男都比我强 是这样吗 对 差不多 刚才人家可说你是中上啊 他是在这这么说 他平时 那数了我 不知道数了成什么呀 他一般数了你什么呀 就是好不说 我晚上睡得晚一点 然后白天的时候 早上要去厨书馆嘛 那个就是准备考研嘛 然后我乱起半小时 他就嘟嘟嘟嘟嘟 就没完没了的 一直嘟嘟 要不就是我跟他出去 我就穿着穿乱式衣服 才也要管 我穿 哎 鞋换一下不行吗 你不能四着四着吗 哎 你把你头整理整理行吗 就各种 他就觉得 什么领导啊 什么朋友啊 他外面都比我好 他外面都比我好 好 他文件都比我好 多药 人状 很多 never 去 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